有一些是个人问题 有一些是政府的问题了 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在各观光景点 都增加了大客车的停车位 看起来不错但是未必实用 比方说最有名的中列词 每天游览车塞爆了北岸路 还有这个圣灵观点增设的停车场 因为是急旧章所以规划不良 游览车现在每天得逆向进出 对此台北市也承认 这个停车场使用率只有四成五 的确改善空间还有很大 路客最爱景点之一 试灵观点游览车一台接一台 为了迎接广大路客又不影响动线 台北市政府临时新增停车场 没有指明路客专用 但路客游览车显然占大宗 但规划急旧章问题一大堆 明明是单行道的标志 可是停在试灵观点这边的游览车 却得要像它这样 逆着才能开出停车场 逆向行驶危机重重 原来北市停管处找的停车用地 出口仅邻慢车道 除了得跟机车针道外 弯度对游览车来说根本太小 出不去唯一办法就是从入口出去 那边弯度就根本不够大客车的转弯 那只好你想不然每次都要修车 光修理费就不少钱 游览车驾驶抱怨连连 试灵观点之外 中列词也是规划增加停车位 但距离正门遥远 游览车驾驶便宜行驶 让游客就近拍照又省停车费 全塞在马路边 根本没人去停停车场 北市停管处统计 大客车停车格因应观光客 加到1374个倍数成长 但使用率却只有4到5成 还有改善空间 希望就是游览车尽量去停停车场 把路边不要路边违规停车 以保持人道路的顺畅 美法馆只能口头呼应 观光客多辣 官员可别只看到商机 政府提供的服务品质 也得跟上脚步 中间新闻黄一群熊豪 台北报道